我今次是繼續講這個 如何用恩典推動人 對不起這個詞少了兩個字 如何用恩典激勵和推動人 我想解釋一下為什麼這個教導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是活在律法之下的 雖然信耶穌 我解釋一下什麼叫做活在律法之下 他們知道耶穌救他是白白的恩典是非常好的 但是聖主之後很多人收的教導就說 我就要毀身 我要愛神 我要遵從神 要看聖經去祈禱 去服侍神 有很多事情要做 做得不夠好 很多人覺得自己不夠好 神不喜悅 或者生命得不到神喜悅 達不到他的標準 生命有很多破口 有罪 負面思想 這些就會影響 他覺得很大壓力 於是就沒有一個喜樂的心 但是耶穌說他的騙是容易 他擔只是輕省 為什麼很多基徒都是活在這種壓力之下 到底是怎樣叫平衡呢 耶穌說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節的話 凡勞虎擔重擔的人 可以當我借你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父 我欺騙學我的樣式 使用你們心理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欺騙是容易的 我的擔只是輕省的 耶穌說我的欺騙是容易的 我擔只是輕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負責我們所有事奉的果效 他說比得說你要跟從我 我就叫你使得仁如得魚一樣 耶穌說償在我裡面 償在裡面你就多結果子 所以耶穌告訴我 他負責我們生命的果效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我們無論做什麼 做工 侍奉 都是我們負責 帶了幾個人相信耶穌 還有當他做得不夠好 他心就有一種壓力 因為覺得是我負責 當一個人要我負責的時候 是很大壓力的 就是教會看到的人很軟弱 很多人不聽話 不愛主 心就有壓力 壓力的時候 會生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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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心裡面有些沒有說出來 那些人不聽話 哎呀很心急 也會不喜歡那些不聽話的人 心裡面就有一種壓力 那時候是他負責這個果效 就好像他自己擔著那個擔子 但是其實耶穌說 我騙是容易 我擔子會輕省 很多人就說 不是不容易的 真的不輕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負責的後果 他就會不容易 但是如果我又說 神負責 我自己做什麼呢 我親認神 神得力 從神有喜樂平安 因為神會照顧一切 我愛他 他就為我預備眼睛 未曾體驗 未曾聽見人心 未曾想到的東西 我先求神的國同意 這一切就交給我 我在他裡面 他就想我裡面 我就多結果子 是聖經答應了 聖經答應了 聖經答應了 他就會負責 負責 我就可以每天輕輕鬆鬆 如果神說你做任何小的事 神都喜悅了 你給了一杯涼水 神都必定賞賜 任何我們為神而做的 必定賞賜 所以教徒是應該被恩典推動 去遵從神 不是恩典推動 我就奶奶行 沒有所謂 內宗做下 就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恩典推動 神這麼好 我就樂意去做 我要做任何事 神都喜歡 神的紀念 並且神的作供 這樣的心就輕省了 就不是壓力 就不是哎呀 那個人 糟了 我做得夠不夠多呢 他又不夠聽話 那怎麼辦呢 這樣的時候 就時時在壓力之下 其實都要做 要做 這樣是很大的淡子來的 所以 上一課已經講了第一課 怎麼用恩典來激勵和推動人 這次是第二課 這次是第二課 又講了幾件事 是否有一些門還沒關 可不可以那裏關掉它 那裏關掉它 是啊 我知道那裏有沒有關掉 好 好了 激勵人去享受神 很多人想到跟神關係 有些人會想到信耶穌 這是對的 我們跟神關係是信 其中一部份 有些人會想到個人關係 我們跟神是有個人關係的 他説我個人救主 他個人帶領我 這個是另一方面的關係 但另一種關係 是比較少人講的 享受神 享受 大家享不享受吃東西 享受 享受 享不享受睡覺 現在想不想睡覺 現在不想 不過呢 如果你可能 你家裏有沒有事做呢 可能你躺在旁邊 可能你都說 下午睡覺 都會享受的 享受的 那麼 到底神是否我們可以享受呢 因為享受神 就很不同 記得聖經有沒有支持到 是享受神呢 我寫了一字 不單是愛神 也要享受神自己 和神的愛 要我們對神更有信心 我知道神在祝福我 所以我要享受祂 也容易從神得力 因為祂會幫我 祂會加力給我 所以我可以享受神 所以我可以享受神 我們的生命是可以享受的 有很多人都不太容易享受 那我書《輕生得送》 我曾經送給很多不同的牧師 其中的牧師 他在教會收了六十本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 我事奉我是很輕生的 我起初不是這樣的 我以前不是這樣的 很大的壓力 我還記得我初中牧師的時候 有些教徒跟我說 他說 你不講道之前 你好像人定了形 好像若有所思 我們真的若有所思 慢慢在想 這一點怎麼轉到第二點 為什麼連貫整個講道 很多時候在這樣想 所以還沒講道之前 跟我說話好像反應遲鈍 那是有一種壓力 有一種 還有覺得 那些人數不夠的時候 心裡是有一種壓力 那時候真的可以說 不是享受神 不是享受侍奉的 但是在後來過程 我自己發覺我做學生 已經是很好的 是很享受的時候 那一刻就很享受 一些學生很喜歡我 經常跟我溝通 我經常都有人來找我 那時候我在學校 在一個學校裏面做項目 和也是教會的牧師 但是當我發覺有困難的時候 是難於享受 但是我現在呢 雖然今天聲音不太好 不過呢 我的心又說 神負責一切 神給我什麼就什麼 我現在做到什麼就什麼 不要緊的 不用 feel bad 不用不開心的 我現在只是說 給神一頓祝福 神一頓紀念 我就只是盡力做好就可以了 即我們無論是健康 不健康 有困難都好 生命都榮耀神的榮美 和享受神 我們就侍奉得輕省 那那個牧師跟我說 他說 我們很多牧師都需要學你這樣 這麼輕省 就是侍奉這麼輕省 我的心態就是這樣的 就算很少人來 我便建立那些人的生命 他們覺得享受得力 我亦都是很享受的時間 無論有幾少人來 無論有幾多人來 一樣這麼享受 我都希望大家能夠有這種心態 無論是做什麼 我都可以享受做 有些人說上班就不享受 你可以這樣想 你可以上班的時候 我做什麼我為了神而做 神就歡喜 雖然有些人不喜歡 有些人可能對我們 對我們的態度不好 但是我說 我不給他影響 神就歡喜 即他雖然對我的態度不好 我依然對他的態度好 神就說 你以善性我 我就歡喜你 所以我們就算做普通的功 心裡歡喜我做的事 是榮耀神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一樣可以享受做工 當然 如果你份工的人對你好 當然享受多很多 但是我們享受神自己 當我們享受神的時候 就會對神更有信心 他真的會令到我們享受他 而且容易從神得力 即是我們隨時 一親眼神又會得到力量 人越緊張 有些人很想經歷聖靈 神呀快點宗會我 哎呀神呀給我力量 他真的喊得很大聲 是不是對這個容易經歷 其實不是一定的 其實慶賞 多謝耶穌多謝耶穌 阿利路亞 那些喜樂就可以湧流 我希望大家都有種 這樣的享受神的心 所以我們激勵人享受神 其實聖經的不同地方都有說 先九十篇十四節 有經文大家一起讀 他說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飽得是不是享受的 飽得他的慈愛 是享受的 歡呼喜樂是不是享受 神是想我們個個都歡呼喜樂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在這個禮拜你有試過歡呼喜樂嗎 有沒有開心笑呢 還是很重呢 當我們覺得自己欺壓力之下 我們就說其實神 當我聽神的話 我祈禱我尊重神 神就喜歡 我們事事都 我做出任何合乎神心意的事 我祈禱神就喜歡 神就來祝福我了 我愛神 神就喜歡了 我榮耀神 我將神的慈愛平安喜樂 對人好 神又喜歡了 我能夠幫助人就幫助人 我傳福我經驗傳福 有經驗建立人的生命 神就歡喜了 那我們就天天可以開心快會 因為人們都飽得他的慈愛 食的東西是神的愛的表達 我們身體的奇妙是神的愛的表達 我們祈禱有平安 來 你放鬆的人 耶穌 這一陣子你可以閉上眼 多謝天父 放鬆的人 無論你經驗什麼都不要緊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放鬆的人 多謝耶穌 有沒有覺得輕鬆舒服 可以享受 我們親近的神都可以享受 無論你能夠有多長 或多短時間都可以享受 可以開眼了 原來我們一生一世都是這樣 每天都說我活在神的愛中 這樣的時候第一我們做人開心 我們得力 第二我們幫那些人 都覺得親近神是很好 對比 你信仰師 你要悔改 這是對的 你要遵從神 你要祈禱 看聖經 知道嗎 你要改 他們覺得我很多責任 我一樣會告訴他們很多責任 但我會告訴他們 你悔改整個天堂就開心了 你一祈禱 神則則則以傾聽 神則很歡喜祝福你 你一看聖經 那種聖經很多應許 在你身上可以實驗 當你祝福人 神又很歡喜 這樣的推動是很不同的 你信主你要祈禱 讀聖經 記得了 你要不要犯罪了 你不要再看那些不好的影片 就是只是叫他 叫他不要看影片 可以這麼說 那些影片是傷害你和神的關係的 就會令到你的身有很多污蔚 神又不喜歡污蔚 神有很多好東西想給你 你污蔚他給不到你 你想想神給你 神才是祝福你所有的東西 你無論你的生活 你的健康 你的前奴 你的婚姻 或者是單身 都可以享受的 你的工作都可以享受的 這樣的時候 人們會經常看到我整個生命在神的手中 我每天都享受神 就算很多東西不完美 就算你的兒子不聽話 你不聽話 我怎麼可以享受呢 我的兒子是另一個人 我盡了責任 我做了應該做的 我就歡喜 當然作為父母一定有淡紙 但是你就說 我越拿著淡紙 我越濛 我越濛我越幫不了他 但我越輕盛 神啊 我完全放手了 等你做工 我自己越濛我越做不到事情 反而可以影響子女 但是越濛 很多父母很濛的 我試過有一次有個媽媽 她很想我幫她的兒子 但她又不問准她的兒子 我沒有問她的兒子 她就說 牧師我想你見一下我兒子 那我就去見她 我沒有問她的問題 你有沒有約定她的兒子 接著去到她說 我兒子不來 接著她就打電話去 打電話去 打電話很濛 牧師見到你都不來 你快點來 但是結果兒子都不來 那她就 這樣幫兒子 兒子會不會喜歡來 其實不喜歡來 因為她太大壓力 越大壓力 反而她幫不了兒子 她自己也不開心 所以希望求主幫助我們 可能有些人說 唉你講得容易 很難做得到 這個是需要學習的 需要學習 整個生命逐步交給神 我一切的果效都在神的手中 總之我做好本分 就是親近神 尊重神 做可以做的 一切後果 我就放在神的手中了 阿泰25章有一節這裡 你不用讀了 這個由良事又終身福人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當然我們希望到那天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進入天堂之前 可以進來享受 你說我們現在未到時候 未到天堂 但是有一件事 如果天堂就是享受主人的快樂 那即是現在我們都可以和神有關係 就是享受祂的快樂 即是不用到天堂 如果祂是一個可享受的神 祂是有喜樂的神 我們今天都可以享受 即是這裡形容天堂享受 天堂是一個享受的地方 因為神是一個可以享受的神 所以我有這個心態的時候 我們親近神就很不同 你祈禱的時候 耶穌我來享受你 聖經說我們以神為樂 其實是享受以神為我們的快樂 不是以食雪糕為快樂 以食雪糕為快樂都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以神為樂 是神最喜歡的 當你想到神這麼好 我們祈禱都是一個快樂的來源 多謝天父 有些人的祈禱不是快樂的來源 我要祈禱 我要肯切祈禱 我要得到這東西 神啊你快點聽我祈禱 快點聽我祈禱 快點聽我祈禱 也有些人我看到他們這樣的 他們祈禱是會很大聲呼喊 沒有問題的 大聲呼喊沒有問題 他們就很淒厲的 神啊復興我們 復興啊復興啊 神是復興 我看到他們祈禱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樣的 神很想復興我們 是我們給不給神復興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轉變 神你很想復興 神你幫我吧 你進入你的復興 其實你今天可以復興的 不像神有很多人騎到 神一收了復興 收了 我不給你了 到某時某日我才給你 你求了求了求了 你求了億萬次之後 我放些給你了 很多人的心態是這樣的 所以變得很苦求 流了眼淚 他們苦求我不是反對的 他們想做 不是可以做 不過 他就以為他很辛苦 神就會給他 他用了很多努力 未必得到神想給他的東西 其實 一旦神說我握是容易 我淡是輕耍 我們怎樣祈求呢 神你很想復興 求你改變我的生命 以至我完全給你改變 我享受你 我每天活得喜樂平安 每天都關心人 每天都祝福人 我們已經是復興的生命了 因為生命經常都享受神 人家見到善慕 每天都有從神不力 人家見到就善慕了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復興已經影響著人 也有些人他們追求復興 是某一些指標的 為誰祈禱馬上康復了 這件事在神的主權裏面 就算保羅他都有疾病 但是神的確會醫治 我自己都很驚訝 神使用我和使用很多人 祈禱很奇妙的醫治 真是很多很多的次數 但我不會把那個指標放在那裏 他有醫好我 感謝神 多謝天父 我當然說榮耀歸給神 是神你做官 多謝天父 沒有人說還沒復興 不要緊 祈禱吧 祈禱神 有機會我再為你祈禱 我總是這樣 我不會把壓力放在我身上 因為我不是用這個作為指標 神是否聽我們的祈禱 神是否想祝福你們 等於我們聽說 神一定是歡喜的 神是一個可享受的神 神是一個奴隸的主人 我們不是奴隸 我們是神的兒子 每個都可以享受 好了 講到侍奉很特別 耶穌說這句說話 以後四章三十七節一起讀 俗語說 那人殺種者人收割 即是可見事真的 我猜你們去收你們 所沒有勞苦的 別人勞苦 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 這句說話很特別的 耶穌說 那人殺種者人收割 那個人殺種你就去收割 即是是真的 就是這個俗語的說話 他說我猜你們去做什麼 收你所沒有勞苦的 即是我猜你們個個去 都是收你沒有勞苦的 別人勞苦 你就享受他所勞苦的 我猜你們去 個個都是去收別人的勞苦 那這個別人是誰呢 是不是別的基督徒 個個都是去收別人的勞苦 不是個個都是去收別人的勞苦 這個別人我覺得是誰呢 是神勞苦 即是你就收神勞苦的果效 為何勞苦呢 左手邊這個圖 心裏面有聖靈透過神的懷語做功 神在人心裏做功 是神做功 即是我們就把神的懷語傳出去 那個人就會被神的靈觸摸 神的懷語觸摸他就改變 不是我將一個人 由一個壞人變成好人 變成一個喜樂的人 是神做功 所以神勞苦 我們就享受他所勞苦 然後我們就收割了 所以我們侍奉是享受的 那你享受呢 哇 感謝神他改變了 感謝神 他現在愛主了 多謝神 他已經愛神了 他喜樂了 感謝神 但有些人就說 是啊 他有改變 不過他還有一些未改變 那就繼續幫 但是有很多人注目在那些未改變的 所以他就很大壓力 總有未改變的 個個都有的 他有改變 我們就感謝神 有一點的改善 我們就感謝神 我們都對人同樣的 譬如有些人有情緒問題 我問他 你有沒有嘗試去處理 他說有 不過還是不開心 我說你處理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改善 有 不過一會兒又不開心 我說那你就欣賞自己 你處理那刻 不就有好改善 是不是 那就繼續處理 那就是改善 可能一百分之一 那你應該又不開心 又再處理 繼續處理的時候 總之的重點就是 他有進步就值得開心 是不是 而不是 你還有很多未改 那就很大壓力 因為人種是不完美的 我們不是等到完美 所以耶穌用一杯涼水 就是一個小小的改善 神就喜悅 是不是這樣會享受神 和享受侍奉 是很不同 所以我希望 這三堂是我非常重要的教導 我感謝神去教導我 是他真的下載給我的 真的會教我的 教我怎樣去享受神 和這個觀念 都是神教我的 當我越在神的裏面 他就越教我 希望大家受到這個教導 並且生命以後 從今以後改變 不再是活在一種 好像奴隸的心態 你說未改善 只要你改善了一點點 你就開心 那你就繼續努力 又改善了一點點 又感謝主 這樣的時候 你就越來越進步 那你說哎呀 現在又不開心 那就馬上放手 好不要緊 不開心不要緊 那就是神幫著我 我讚美神 放開懷抱 大聲叫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不是一定要大聲 不過意思就是 你很屈滿的時候 你叫出來多謝耶穌 人會鬆一點 放鬆 或者安靜就行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放鬆 或者大聲呼叫 都是一些釋放 重淡的方法 放鬆是會舒服很多 那你感謝神 有進步 我就開心了 是不是這樣正言很多 我想說這種正言 跟世俗的正言不同 世俗的正言就是 我不看不好的東西 我會看不好的東西 我會改善 而是說 我的感度改善 我就感謝神 我知道有不好 未夠好 不過我就繼續處理 我不是否定那些不好 有些人就不是這樣說的 你不要想不好 你不要說不好 你沒有不好 這是錯的 是真的有不好 不過我一直改善 就是聖經裡面那種正面的觀念 就是說 我們是有個目標 我們是未達到這個標準 但是我們繼續努力 每一步的努力 神都歡喜 神又欣賞 神又加力 於是我可以活得開心 侍奉得開心 就不是否定了罪 還有有些人就不追求聖結 他們就覺得追求聖結你達不到 有些人會這樣說的 你追求聖結你達到嗎 那你怎麼說 就是說你減無為善 你一達不到 你為什麼叫別人追求聖結呢 但是我會這樣說 我知道罪不好 我憎恨罪 我總要向罪的方向去處理罪 我知道任何的不好 我即時處理 我就可以逐步得勝 是真的可以得勝 怎樣得勝呢 例如你想負面的事情 立刻說 我要正面 我想了神愛我 你那一陣子已經是得勝 那一陣子又來過 又處理過 那你會越來越正面 或者有些人有淫念 他很難清理這些觀念 他就不斷說 神是聖結 我是聖結的 我離開這些耶穌社會我的罪 我脫離這些罪惡 我不去想這些 所以就算見到一個很性感的人 不要看他 不要想他的性感 我想到神 即時處理的時候 是可以逐步脫離這些罪的 你會發覺 越來越少罪的意念在心中出現 有出現又沒有很大件事 因為我們始終的罪人 自己會想不好的彈出來 一有 立刻處理 這樣的時候就輕省了 這個教導是很需要的 這個世代很需要 因為太多基徒很累 我希望大家得到這個教導 你可以傳開 可以傳開 其實我的影片 大家可以上網找到 你可以傳給你的群組 你的朋友 讓更多人得到改變 好了 再說到享受神 享受神 第二點就是激勵人讀聖經 聖經是充滿神的應許 寶貴的應許 也帶著聖靈的能力 能夠改變讀 和信神的話語的人 一齊讀 二塞書五十五章九節 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 於是從天而降 並不返回 卻滋潤地土 使地上發芽 結實 使殺種的有種 使要吃的有糧 我口所出的話 也必如此 卻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得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這裡說到神真是很好的 他很厲害 天怎麼高過地 我的道路高過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 我想的東西高過你的意念 那些雨雪從天降下 是會滋潤地土 使地上發芽結實 神樂的雨和雪都會令到地上發芽生長 而神另一樣的好大工作 就是他口所出的話 決不徒然返回 好像那些雨水不會徒然返回 是會成就神所喜悅的 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神的話語是會改變人 有很多人聽神的話語 不是即時信主 但是後來想回有信主的 有很多這樣的人 當然我們嬌徒一定會有很多次 神就會跟我們說話 我們悔改 我們關心人 祝福人 你做一件小事神都歡喜 這些話語就在我們生命中發芽 但是有些人說 不是 有些人聽了神的話不改變 當他不改變的時候 保羅都有說 這個話語就成為審判 也都是將來這句話 將來會審判他所做的 都會成就神的計劃 不過這就是一個審判計劃 神都不想審判 神是想救他 但有些人是真的不聽話 神的話語是很有能力 所以當我們日日去思想 日日思想 我在神裡面可以 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可以平安興省的 尤其是欺騙是容易 我單止是興省的 你就是讓這些話語 藏在心中 人生要負責一切 我常在他裡面 他想在裡面 我就多結果子 這些話語想在心中 我們就要說 斷你什麼能害我們 神已經被我們權命 譴踏石和蝶子 由聖我仇地一切能力 斷你什麼能害我們 我們的心就會堅定 神的話語就會 將我們整個生命改變 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在我們生命裡面 將我們的思想模式 將我們的行事為人 情緒完全的改變 所以我希望大家 哇 聖經原來這麼多好東西 我們就去記聖經 聖經有很多金句 聖經裡面有金句 都有很多聚述事情的那些經文 譬如說門徒入出去 這句話本身不是一句金句 我們通常不會唸這句話 我們唸多一些 譬如神愛世人 或者神愛他人所預備 我們會唸這些金句 就是一些寶貴的英許的說話 這些金句 你唸了就在心中藏著 就會改變你 在《興宗的聖經》書 都有列出一些 苦力人正面思想的金句 如果你想的時候 我都可以傳給你 然後我寫了不同的圖聖經 不同的地方的金句 我可以傳給你 這樣你可以用來念 這樣就時時思想 神的話語改變你 這樣要激勵人 而不是說 你每天要看多少 這個我們可以指示 告訴你 你用時間去看聖經 是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但很重要是告訴你 神的話語是很寶貴的 有很多應許的 在裡面得力 但有些人看聖經 好像一種苦工 要逼自己去看 當你有心看 有心神的話 有很多應許 你就會喜歡看聖經 臨後一章二十節 齊讀 神的應許 不論有多事 在基督都是事的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這要講到 神的應許 無論有多少在耶穌裡面 都是事的 都是yes 都一定要應驗的 直若祂是實在的 叫神因我們得到榮耀 在聖經裡面講到很多的應許 下面有些的應許 神很愛我們 是永遠都一樣的 神一定愛我們 神不會拒絕我們 神接納我們的 神赦臨我們的 神赦免和拯救我們 神陪我們 神會離開任何一個人 所以我希望不要任何一個人說 死了死了 神是不是離開我呢 有些人很擔心 我是不是犯了 虧獨聖靈的罪 神是不是離開我呢 其實當你的心 你很想神救你 很想神幫你 你已經沒有犯這個罪 虧獨聖靈的罪 虧獨聖靈的罪 不只是口中說 虧獨聖靈的罪 而他的心 真的有虧獨神的那種心意 那個人 他會失去了悔改和跟從神的心 當你依然有這種倚靠神的心 很想得救 你就依然是沒有犯這個罪 因為為什麼呢 你依然有聖靈的感動 叫我們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集約自己 的時候 你依然是有信靠神的心 還有我們依然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 沒有人可以稱耶穌為主 你稱耶穌為主 就是聖靈仍然陪伴你的 還有神供應 先求他國度的人 神會供應 我們就相信了 不要擔心神會供應 當然我們是要努力做工 做應該做的事 但是呢 做的時候不用擔心 而是相信神一定供應的 還有神會提升愛他的人 你的生命一定提升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生命不夠好 你說神提升我 我願意聽你的話 其實每個人都要繼續提升 我自己都會反思我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地方提升呢 我深信祂很想提升我 神一直給我不同的意念 我很感謝主 還有神的紀念賞賜 祂說了的 我們遵從祂 服侍祂 祂一定紀念遵從的 一定紀念和賞賜的 就是說聖靈有這麼多的應許 我們就在抓緊這些應許了 還有神的道是活潑的 一齊度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人的劍更快 甚至魂與靈 骨折與骨髓 都能切入否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義都能辨明 神的話語是活潑的 在英文聖經翻譯 Living 是活著的 是活著 是有功效的 祂比一切兩人的劍更快 這個 因為畫本是比較舊的中文 其實是更利 更利 祂能夠將你的魂與魂 骨折與骨髓 都能夠切入否開 你心中的意念 所以我們想結淨我們的生命 你用神的話語去反思自己的生命 神就會將你的意念 否開 讓你看到心中的意念 這就是神的話語的寶貴 所以我們想不釋放 我們想喜樂 我們想勝過情緒 我們一定用神的話語去反思 我能不能夠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其實很多問題 我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就一定處理到 因為我放下字 我不要緊的 我放下字 我不要緊的 我一切交在神的手中 我緊張什麼呢 我最擔心什麼呢 你問一下自己 我最擔心什麼呢 有些人擔心什麼 被人拒絕 不夠聰明 有些人擔心什麼 沒有朋友 做得不好 失敗 其實這些擔心 是代表我們裡面 缺乏在神裡面的安全感 神是很接立任何一個 你拿著耶穌 耶穌說我不行 耶穌就說 女兒兒子放心 你的信夠了你 耶穌就說不要緊的 你不用這麼害怕的 你放心吧 但有時候我們自己 很想要聰明一點 做得夠好一點 不願意有一種很單純的心 神啊我單單需要你 我單單在抓緊你 我一切所有的 都是從你而來的 希望神的話 要否開我們的心思意念 好了 那些類人 信靠神意 不擔心憂慮 很多人會擔心憂慮 神負責遵從他人的生命和供應 我們愛神就可以輕鬆 沒有壓力了 神會負責一切的事 馬太六章二十六節 一起讀一下 你們看哪天上的飛鳥 又不種又不瘦 又不積蓄在倉裏 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 你們不比飛鳥貴剩得多嗎 何必為衣償憂呢 你想夜地裡的百合花 怎麽長起來 他又不勞苦又不仿善 而我告訴你們 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 他所穿戴的 還不如這花一朵 你們這小信的人 野地的女的草 沒有今天還在 明天就嬌在奴雷 他還給他 神還給他這樣的裝飾 何況你們呢 所以不如憂慮說 吃什麽 喝什麽 穿什麽 這個耶穌鼓勵我們 不要擔心憂慮 是講用神的屬性和恩典 我一個教導叫做 發揚神屬性查經法 其實我剛才在講 都是不斷講出神的屬性 神的話語帶有能力 這是神的屬性 這是神的屬性 在起初那裏講到 譬如神是一個可以享受的神 祂能夠叫我們呼喜樂 祂是一個愛的神 祂是可以享受的 祂是我們奴虎 其實祂奴虎在先 祂是一個作弓的神 一個勤力的神 祂的話語帶有能力 祂會成就祂心所想的一切 祂的話語能夠刺入否開 這也用神的屬性和祂的恩典 那些小鳥 神是會照顧的 那些小鳥 祂又不耕仲又不收割 我們很多東西 我們家裏擺了多少東西 我們每一個人的家裏 有多少樣物件 我們都覺得很重要 如果叫你搬屋 你想一下 哎呀死了 搬幾樣東西 譬如你搬去外國 有多少東西一定要帶呢 哇 真是很多東西 那些小鳥搬屋 帶多少東西呢 沒有東西帶 他只能夠口擔到多少樹枝 他帶多少樹枝 他遠路都不能帶 他完全不能收割 他的食物 只能夠即日找到即日吃 是完全不能夠如先穩定的 但是呢 他們都能夠 神的照顧 那我們比非要貴重的多 穿的衣服 我們人就 即是用各樣的方法 想漂亮些 襯些衣服 但是神做的花 又不用仿線又不用勞虎 但是他的衣服比所羅門極榮華更漂亮 大家看看周圍的衣服 我不是說你的衣服不漂亮 不過和一朵花比較 那些花的那種細緻 那種很新鮮 那些顏色很漂亮 我們那些衣服是不會有那種顏色的 就算你的衣服長得很漂亮 跟一朵花一朵有任何的花比較 那些上古的那種紋 那種質感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我們穿一件花衣 當然不行 因為很快就會殘 但是當花真的生在我們身上 哇真的很漂亮 你想像一下 譬如我們人 神做我們人 會生一些花出來做衣服的 我們身上就好像朵花那樣漂亮 不是現在的衣服 每個都有一朵花在他身上 有很多花在身上 那種漂亮的 跟我們現在穿的衣服是不同的 神就會供應那些花 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 那些衣服都不及花一朵 神都給他這樣的裝飾和養活 那些小雀 何況你們呢 所以我們聽神說的人 神一定會供應和照顧的人 好 一起讀一下 盧家十二章六節 五個麻雀不是賣二分銀子嗎 但在神面前一個也不忘記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 你不要懼怕 你們給他多麻雀還貴重 那些麻雀很便宜 現在都沒有人買 那時候他們要去出麻雀買 但是在神面前一隻都不會忘記 一隻都會記得 那時候我也會想一下 為何神這麼有空 全世界有這麼多麻雀 香港有多少隻麻雀 你數一下都很難數 有多少隻麻雀 因為你去到哪個地方 哪個地區都差不多可以見到麻雀 多到多少 全世界還有多少麻雀 為何神要做這些事呢 神就有這種能力 還有祂有這個心 就是連麻雀了祂的關心 譬如說到這個約拿 那個寧尼未成 他說那裡有很多生畜 他不是說人嗎 有很多生畜 我怎麼不能夠憐憫祂呢 看到那裡有很多動物 不要拔掉牠的毛 不要虐待牠 那些都是神做的生物 我們都愛神所做的生物 牠們都在享受這個世界 我們就跟牠一起享受這個世界 我看到有些人打狗打得很厲害 就是牠把那些憤怒發射在狗身上 我們應該養一隻狗 那隻狗都覺得這個主人很好 他這樣講過 牠說貓狗的測試 你是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 如果你對貓狗都不好 就證明你有一個很不好的基督徒 你看到就算是貓狗 你都要善待的 就算你不認識的貓狗 在街上見到 你都要想對牠好的 這就是一種善良的心態 神就是一種善良的心態 好了 頭髮都未數過 那你認不認識這個人的樣子 那時候我都好了頭髮 那神好像忘了我的頭髮 神都有祂的計劃 不要緊的 一切將來在天堂 你見到我很多頭髮 不知道你又會用得的 你不會說 哎呀好像似神相識 在哪裡見過你呢 是誰來的 你當時要記得 神也有紀念 有些人說 神紀念不要掉 但我們依然 我們人就是 在罪中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都會掉頭髮 和各人身體的問題 不過神都會看著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放心了 神關心每隻動物 那些麻雀仔 神都關心 神更加關心我們 所以我們 神會憂慮 那麼多事神都照顧 神都會照顧我們的 好了 最後一點 激勵人追求聖靈充滿 一起讀幾字 聖靈充滿是與神有極親密的關係 聖靈充滿叫我們更易經歷神 或有能力幫助人和侍奉神 聖靈充滿是與神很密切關係 以及可以隨時經歷神的平安、興省、喜樂和愛 以及有能力幫助人和侍奉神 一起讀一下 《涉靈充主言言》十七節 神說 在末日子我要將我的靈囂灌煩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儀仗 老年人要做儀蒙 神說 在末日子我要將我的靈囂灌煩有血氣 是神的心意 神很想 以致我們能夠說預言見異象國而夢 有些人說我都沒有 意思是神會向我們溝通 我自己就不是一個強烈收到神信息的人 說普通那些 有些人他很厲害的 他走過來和人祈禱 馬上知道他的需要 但我都試過有個情況 我走過來一說 是真的對的 他馬上就很感動 而我覺得我最強的是什麼呢 神給我教導 神給我很多不同的教導 神給我很多不同的教導 我看了經文 神給我意念 神會和我們溝通 大家如果多些安靜在神面前 你就更多神給我講說話 聖靈充滿就會和神更加連結 你就會更多收到神的信息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必得著能力 定義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做薩瑪利 直到地極做我的見證 聖靈充滿的目的就是 叫我有能力去傳福音 去幫助人 曾經試過很多人說 這個人我想傳福音 他又不相信 我說你帶他來 我說他祈禱 他經歷到神的平安興盛 接著我就說 你剛才祈禱有沒有經歷 他說有 我說就是神來到你身上 神這麼真 你想耶穌幫你 我就帶他去信耶穌 我試過做過很多次 大家都可以的 多些親近神 你就有這個能力 你為人祈禱 我試過在街上三五色七 有一次有個猶太人 在街上 不是在香港的 是在外國的 他走過去 我就跟他聊天 我說耶穌很真 耶穌可以幫你 他說是嗎 是的 我說現在我只是為你祈禱 神可以來到你身上 你可以經歷神 他說是嗎 他說是 我帶他站在一邊 我跟他祈禱 祈禱我問他 你有什麼經驗 他說很平安很興盛 我就是神在你身上 我試過很多次 這樣的情況 在街上 在聚會 不同的情況 聖靈是想降臨在我們身上 我希望大家都渴望 這個和神的關係 你就得著能力了 聖靈將神愛囂灌在我們心裏面 這幾幅相都不是我的 是右手邊那幅是我 我拍的 這個是在南非 這個姐妹 哭得很厲害很厲害 我找愛的恩高南非 葉穆斯你會看到這個影片 其實我沒有拍到她在哭的時候 後來見證的時候她都哭了 她就說到她經歷到天堂的感覺 她說覺得非常好 聖靈能夠把愛囂灌在我們身上 我也試過為大男人祈禱 有一次有一個人穿西裝很漂亮的 不是在香港的 是另一個地方 有一個聚會 那人帶她來 我問她祈禱 她即時就哭 她也說到很感動 經歷到神的愛 經歷到電流一樣 她的心就很 立刻願意信主 神的靈可以在我們身上 你可否渴望神的靈在身上 其實神很想的 當我們喜歡神 歡喜神 很想給神祝福和使用 神就會喜悅你的心 我們不要為了經歷 來追求四年充滿 我是為了榮耀神 我愛神 我喜歡神 神就會喜悅我們 神就會祝福我們 好 我們今天講了四個要點 如何激勵人 大家分組兩個兩個 去操練 操練 我們有幾個討論問題 如何和別人解釋 去練習 你可能操練得 我不夠好 其實在Facebook 復興宣教士功 已經立刻上了線 這個影片 就可以馬上回家 就可以溫和 用恩典來激勵 或者推動人 做這四樣的事 大家兩個兩個 而這兩次 新來的人 你想我再有幫助 或者溝通 你可以來前面 但你喜歡討論就可以 你喜歡出來前面 跟我溝通就可以 好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放鬆的人 享受神 放鬆的人 看來是耶穌愛著我 耶穌在家 我是你所揀選的 用重駕買屬回來 很想祝福我們的 主要求你幫我們享受你 我們越享受你就越容易經歷到聖靈的充滿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我們歡喜你 大家一起開聲叫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就像我這樣在心裡發出放鬆的聲音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在心裡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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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樂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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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回了個杯子 琴聲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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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地痕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